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礼拜二的天氣跟昨天其實還蠻像的 但是明天的天氣跟今天也是蠻類似的 最主要就是雨比較少 溫度很高 所以今天你覺得熱 明天還會再更熱 我們先來看一下在今天的前三名高溫 分別是在新北市的雙溪 宜蘭投城的 它有台北信義 但是其實這個高溫有一些變動 像是在台北信義在中午之後 溫度一下子就串上來 來到了37.4度 是今天的第一高溫 而在新北市的雙溪一樣是36.4度左右 所以大臺北地區今天的高溫 其實都有來到36度以上 而在宜蘭投城同樣是36度 今天發布高溫資訊的地方 除了在北部地區還有在東南部地區 台東還有屏東都是熱的 因為這兩天呢 其實屏東和台東 過去幾天就已經熱了 而北部呢 是在今天還有明天的時候 會來的比較熱 所以氣象署也已經針對了明天的同一個時間點 發布了高溫資訊 分別就是在南部地區 來到了橙色燈號 代表會長時間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而在北部地區的幾個縣市呢 也發布了黃色燈號 代表有機會來到36度 要特別提醒喔 明天吹西南風 所以被風沉降 熱倒效應 再加上盆地影響 大台北還是有可能會出現像今天的溫度 37 甚至38度都不是不可能 而在中南部地區的內陸呢 也有可能會出現比較高的溫度 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曬 小心中暑 盡可能的做好物理防曬 化學防曬 能防曬的都拿出來做 因為呢 這很有可能就會有曬傷等等的狀況會出現 以及在山區 還有在海邊呢 這兩個地方的紫外線強度都會比我們一般的室外 還要來的在高出12%到30%之間 最主要呢 就是因為太陽比較能直射 這邊的紫外線比較強 都是來到過量和危險等級 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下 再來 未來幾天的天氣 我們來看實際上面的溫度會怎麼爆 在禮拜二 禮拜三 高溫 北部地區都有機會來到37度以上的高溫 你看到已經紅到發紫 甚至發黑的程度了 而在中南部地區的近山區 越往山區走的平地呢 也基本上都是34 35度以上的高溫 今天其實到了下午5點左右 因為沒有雨 雲層也不多 所以在台北呢 溫度下午5點都還有35度 體感溫度也都還有39 40度 非常的熱 而在東南部地區稍微的好一點點 明天大致溫度是32到34度的高溫 再來 金門 馬祖還有澎湖溫度會來的更低一點 因為畢竟有海風的調節 31到32度左右 那麼 禮拜四之後呢 溫度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就是因為水氣開始逐漸的增多 雲層開始變得比較厚 所以溫度全台灣都會略降個1到2度左右 在北部地區還是熱35度 但是跟前幾天的37度比起來已經有降了 而在中南部地區34度左右 西東南部地區32到33 金門 馬祖還有澎湖也是介於31到32度左右的高溫 好 我們講完了 這溫度部分 我們要來提的是降雨 今天的雨真的是非常的少喔 最主要呢 就是太平洋高壓呢 雖然不在台灣上空 但是呢 有一個相對高壓區就在台灣的附近 所以雨當然不會多 基本上都是一個下沉氣流 中午溫度很高 但是熱力作用 有發展的機會都很低 都比較偏重在山區 像是在今天的累積雨量呢 在中午前 10雨量最多的是在阿里山 22毫米 而在現在呢 累積雨量最多的也還是在阿里山 大概44毫米 所以一整天已經過去了三分之二了 這個雨量呢 44其實並不算特別的多 這五後雷陣雨的範圍也不管 基本上都在山區很散發性的五後陣雨 你說雷雨也沒有 甚至打雷閃定也都沒有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之後呢 這雨呢 還會再更緩 剛剛說阿里山是今天累積雨量最多的地方 有44毫米 但是到現在呢 這雨呢 也更明顯的緩和下來 幾乎全台灣今天都不會下雨 晚上 在局部地區可能會有一些零星雨勢 你看到顏色比較淺的地方 在西南部地區 因為畢竟環境風場吹的都還是一個微弱的西南風 所以在沿海會有零星陣雨出現 但都不多 而在禮拜三呢 跟今天天氣一樣 複製貼上 雖然感覺看起來比今天的雨來的多一點點 但在白天的時候 熱力作用也不是特別強 有 但是有都比較偏重在山區的位置 西半部地區的山區 以及東半部地區 花東地區的山區比較多 那麼在北部地區 以及中南部地區的平地呢 降雨機率也都不會很高 但如果明天晚上的話 你會發現氣象屬的降雨機率有稍微的提高 原因就是因為這山山颱風開始北上了之後呢 它會帶下來一點西北風 而在台灣環境風場吹的是一個西南風 所以會在台灣的北部這邊產生一個符合帶 符合帶代表說這裡的雨會來的比較多 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容易激發午後的熱對流 所以在明天晚上的時候呢 這裡的雨就會稍微有點多 而如果它往南邊一點點移的話 也不排除北部地區可能在晚上的時候會有一些震雨發生的機率 但主要降雨變多的時間點 可能還是壓在禮拜四的這一天 我們再來看未來一週的降雨趨勢圖 禮拜二 禮拜三天氣形態都是類似的 馬祖金門 澎湖地區 大致上都是一個多雲道晴 偶爾可能會有一些雨 但是這雨呢相對比較少 倒是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是 金門 馬祖地區 昨天不是說禮拜三之前容易會有一些低雲貨物嗎 現在呢 時間點又更往後移了 因為環境風場吹的都還是一個新南風 所以在禮拜五之前 如果你去金門 馬祖地區 都要注意容易會有起霧的狀況 所以 船班 航班上都要特別看有沒有可能會取消 到了禮拜四之後 水氣明顯變多了 因為這符合帶就在台灣的北部上面 而且呢 整個水氣被拉上來之後 不只震雨變多 五後雷震雨的機率也會提高 甚至降雨的強度也會來得再更強一點點 在山區的部分 依舊是降雨的熱區 但是不只局限在山區 甚至靠近山區的平地啊 或還有大臺北地區的中南部地區的平地也都會有 五後雷震雨 所以禮拜四的這一天 非常建議大家出門的時候 還是大約把傘比較好 而在禮拜二 禮拜三 今天和明天呢 大致天氣都還算不錯 你可以讀一下 應該可以不用帶雨具 就算下可能也是中午的時候 下一小段時間而已 而到早上和晚上 天氣大致上是還不錯的 而在這兩天 今明兩天呢 我也建議大家可以去洗你的衣服 或者是洗你的棉被 這兩天呢 因為水氣少 所以你曬的話也比較容易乾 太陽算是蠻猛烈的 而到了禮拜五到禮拜一 算是同一個階段的降雨 這時候的雨呢 主要是比較少的 跟禮拜四比起來 因為太平洋高壓又稍稍的再度增強 往台灣的方向來靠近 所以五後雷震雨呢 有稍微被抑制住 所以整體降雨會比禮拜四來的緩和 但是禮拜五這一天 因為畢竟還是一個過渡期 禮拜四到禮拜五呢 還是要小心 五後雷震雨可能機率會來的比較高 但是到了禮拜五過後 雨一天會比一天來的更少 因為太平洋高壓會逐漸的靠近在台灣的上空 好 講完了台灣的天氣呢 其實這一周都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天氣形態 就是夏季典型天氣 高溫加上五後雷雨 在沒有下雨的時候 溫度都很高 其實中南部地區不是說 我們沒有特別提中南部 中南部地區的溫度就不高 中南部還是有34到35度以上的高溫的 只是呢 在夏天的時候 本來大台北就很容易會比中南部來的更熱 所以我們還會特別點大台北地區 明天依舊有可能出現37、38度以上的高溫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明天水氣少 要做好防曬工作 而到了禮拜四之後呢 五後雷震雨的機率就會提高了 所以你可以帶晴雨兩用傘 在沒有下雨的時候防曬 在下雨的時候呢 可以把它拿出來穿 好 再來大家也關心喔 這個颱風 這個山山颱風 雖然對於台灣是沒有任何的影響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說 漸漸影響多多少少 還是會有一些的 因為當颱風在遠洋的話 在台灣的沿海地區 尤其在東北部地區 就容易會有長浪 所以這幾天 盡可能的不要去到東北角啊 沿岸那邊來玩水 是比較危險一點點 因為有時候這個風狗浪一來 也是很容易把你給捲走 過去呢 這燕子颱風 2018年的這個颱風呢 也有捲走了台灣 大概六七個人的民眾 所以其實它是有危險性存在的 只是你很難用肉眼去看得到 因為畢竟它沒有風 也沒有雨 而是這種長浪 長浪呢 在靠近岸邊的時候 你其實感覺不到 但是它是瞬間 就突然漲起很高很高的潮水位 很高很高的浪 就把你捲下去 所以要提醒了 在未來幾天呢 盡可能的少去到東北部的沿海地區 好 我們再來看的是山山颱風 山山颱風呢 在這幾天 它的強度是有持續的增強 雖然現在它還是一個中度颱風的等級 但是我們看到它的結構 已經逐漸變得比較紮實了 在昨天的時候呢 其實它還有被一些乾冷的空氣 抑制住它的強度 以及拖慢它的速度 但今天看起來 其實它往北的過程當中 它南邊的日面的雲與帶 還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在這乾空氣 雖然還是有抑制住它 但是整體上來說 並不是特別的明顯 我們來看一下這前氣象局長證明點 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這山山颱風的結構變得更加的完整了 甚至你隱隱約約可以看到它的颱風眼 但是它跟強台凱米颱風的颱風眼比起來 還是不是特別清晰 中間呢 其實還是有一點空洞的 但它持續的增強 明天在靠近台灣的過程當中 靠近日本的過程當中呢 強度還會再上升 有沒有可能到達強台機率比較低 因為畢竟連台灣還有 日本氣象廳都認為它可能就是一個中台的上限 所以我們來看氣象署它是怎麼認為的 它說在18-24小時之內 它的近中心風速大概是每秒45公尺左右 還是一個中台等級 而日本氣象廳則認為它在明天中午之前 靠近陸地之前 它的近中心風速會來到每秒50公尺 每秒50公尺呢 大概就是日本氣象廳的非常強台風 但是你不要聽到這個名字 你就覺得很可怕 非常強台 難道等於台灣的強台嗎 也不是 因為非常強台對於台灣的定義上來換算 就是中台的上限 到強台的下限 所以它還沒有到達強台的等級 它就只是名字各國定義上有一點的不同 而當它颱風靠近到陸地之後 因為地形的摩擦力 以及這個陸地上它的熱源還有水氣 都比陸地還要來的更少 它的強度就會減弱 而至於很多人關心啊 它這個颱風走的前幾天都很慢 其實今天走的也蠻慢的 一小時只走了8公里 未來的幾個小時可能7公里6公里都還會出現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原因呢 在昨天的時候我們說 這個颱風北上的過程有遇到太平洋高壓有受阻 而現在太平洋高壓一分為二 所以這邊呢 其實 有都是一個順時鐘的 使流場 所以當颱風過去的時候 它就會被陷入一個安行場的概念 走不過去 而且再加上 用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方式 就是當你汽車要轉彎的時候呢 它本來就要減速 它才可以進行轉彎 所以現在它遇到的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它的速度都是慢的 大概時速8公里 7公里 6公里 但一旦它進入到陸地之後呢 這邊是一個很盛行的吸風帶 加上太平洋高壓 它的使流場導引氣流是強的 所以就會逐漸的加快它的腳步 現在這個颱風 它所在的位置就在燕眉島 燕眉島呢 雖然它的中心沒有登入到燕眉島 但是呢 它的環流以及它的暴風圈是有罩在燕眉島的上空 今天燕眉島的雨和風都非常非常的強勁 而預計呢 在今天 明天晚上到後天的凌晨呢 它就會從九州的地區來做登陸 中心登陸 但明天白天 雖然它中心還沒有登陸 但你已經看到了這個顏色比較深的區域代表它雨是比較多的 而且有閃電 有打雷 所以有可能有暴風雨的情況會出現 而目前呢 在這 九州 它們的供期就有特別說 明天的累積雨量可能就已經來到400毫米 颱風都還沒進來喔 累積雨量就已經在400毫米 400毫米相當於台灣 接近大毫與以上的強降雨了 而當它颱風越往北上的過程當中 當然九州的雨會再逐漸的增大 而到了禮拜五的中午的時候 它的中心大概是介於九州到四國的中間 也同樣是還沒有進入到四國 但是呢 還沒進入到四國 已經為它帶來了不少的雨 所以在 周五 前後 其實四國地區的雨也會逐漸的增大當中 到了禮拜六的早上呢 這時颱風已經來到了關西一帶 大阪 大阪的風雨是最強的 但是呢 前面雖然你感覺雨有逐漸的在減緩 但依舊不能大意 因為這時候山區可能下了很多的雨 很容易會有土石鬆動的狀況 如果你要前往到山區或者是一些景區的話 它的災害還是會持續的發生 尤其如果它有淹水的話 當然一時之間可能不會那麼快的排解 我們來看一下這跡象專家林德恩是怎麼來看這個颱風的 以目前來看呢 山山在今天 凌晨2點的時候是位在日本的南方外海 往西北溪的方向來移動 轉北再轉東北的趨勢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 颱風正在轉向 它在一個轉彎的過程 後續的速度依舊是很慢 因為受到環境 使流場的導引 使流場就是導引氣流 太平洋高壓的導引氣流 所以從今天開始到下週一 會影響日本 原本我們說只有禮拜二禮拜三 它影響的時間是短的 但是因為它現在幾乎是有腳 一直到肩膀 全部都貫穿 所以它有可能到禮拜六 甚至到禮拜日禮拜一 它後續颱風消失了 還會有一些殘留的水汽 所以暴風券影響的時間 我們也為大家來做一個整理 在8月27號到8月29號 主要影響的區域在九州 那麼8月29到8月30號 這兩天 則是四國 8月30到8月31 這兩天是關東 還有關係 8月31號之後 是東北地區 東北地區 你可能覺得很像還好 因為颱風當走到 關東地區的時候 它的颱風可能就已經 減弱變成一個溫帶氣旋 但是這溫帶氣旋 在北上的過程當中 它也會變性 它變成了溫帶氣旋 它可能就變成了 一條封面了 所以北海道 雖然它可能不會直接 受到颱風的影響 但是受到這封面的牽引呢 還是會帶來一些雨式的 這一個就是日本氣象天 你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走法呢 就是貫穿整個日本 雖然在北海道這裡呢 相對的緩和一點點 但是這邊的雨 外圍環流掃進來 殘留的水氣掃進來 其實這邊依舊不可以避免 依舊有雨 依舊有風 只是跟 剛進來的時候 比起來是明顯的 減弱了不少 那麼 山山颱風的威力 真的是蠻強的 而且它走的速度 也比較慢 可能會降下前所未有的 超大好雨 這幾個月 其實日本的天災非常的多 有地震啊 又有暴雨啊 而且颱風也是 接二連三的來 日本氣象廳就說 這山山颱風 帶來了一個 溫暖的失空氣 將會從 西部 一直影響到 東部 所以從28號開始 也就是明天要 嚴防河川的 氾濫 還有土石流 而在九州地區呢 明天開始 也將面臨 紀錄性的大雨 目前預測上面來講 48小時的雨量 估計就會來到 600毫米 就是兩天 一天下300毫米以上 這可能跟台灣你覺得 感覺好像沒有差多少 因為台灣的 上次凱米颱風來台灣的時候 這雨量呢 有些地方 一天就已經來到了600毫米 但是我們要因地來看 不同的地區呢 它降雨 本來會帶來的災害 就不太一樣 能承受的範圍 也不太一樣 就像呢 同樣的雨如果下在東京 跟下在台北呢 有些地方可能有淹水 有些地方沒有淹水 你還是要顧慮到它的排水設施 Obo OK 那麼目前預計 如果它是48小時 雨量達到600毫米的話 就是比起 現存的紀錄會高出150% 所以 還是要小心 這幾天如果你去日本 或者是你已經在日本的話 都要注意最新的 颱風動態 而它之所以 為什麼這麼強 就是因為它通過的 這一區 海域呢 海水溫度很高 30度以上 比氣候平均值高出了 1度到2度 還會再進一步增強 只要它沒有碰到陸地 它強度都會增強 另外 秋雨風面呢 在日本的北部禁止 所以 颱風 加上秋雨的風面 大範圍持續的影響 就會增加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即便這颱風來到了關東之後 它減弱了 它不是颱風了 但它有可能變性 接著併入到這一條 風面裡頭 為北海道 依舊可能會帶來降雨 而在燕美呢 今天的最大瞬間風速 是來到了 每秒60公尺強風 平均風速呢 是每秒30公尺以上 速度就相當於 一台特快列車的速度 所以可以想像這樣子的風 當然如果吹到陸地上 不要說這樹可能會被連根拔起 可能連屋頂也會 好 在台灣 颱風季 大家會買什麼 大家就會買泡麵 因為泡麵呢 相對來說它比較好保存 而且你泡個熱水 它就可以來吃 但是在其他地方 遇到颱風 遇到颶風 遇到暴風 它們的應對方式不太一樣 以日本來說呢 它們竟然是吃可樂餅 這個是網友他在社群平台裡面貼出的一張照片 你看到這是賣可樂餅的一個架上 上面貼著颱風接近中 就一定是要買可樂餅的啊 但為什麼要買可樂餅呢 難道他們都跟辣筆小新一樣 喜歡吃可樂餅嗎 這不是 這是因為呢 在日本 颱風貼 吃可樂餅 就可以追溯到23年前 也就是2001年的 帕布颱風 當時他朝日本接近的時候 就有一名網友 他在匿名的論壇上面留言 說 為了以防萬一 他買了16個可樂餅 截至目前是已經吃了3個了 意外的引發了大家的討論 很多網友說 我也會買可樂餅 甚至呢 有人看到了他這一則PO文 也說 那我等一下也要來買可樂餅 所以 這樣子就一直流傳下來 當然 可樂餅 它為什麼在颱風天 會受到這麼大的喜愛 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 可樂餅呢 它是炸的 所以它相對好保存 你用熱的時候 就可以用熱 就可以吃了 而且裡頭 它是薯泥 還有肉末 絞肉 有的可能會放一些蔬菜 所以裡頭的成分很多 而且碳水也很高 熱量也很高 你吃完之後 飽足感 也特別容易會達到 所以 就會買可樂餅 來衝擊 所以每到颱風天的時候呢 颱風時期 可樂餅的銷量 都會 會顯著的成長 而且日本人愛可樂餅 愛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我們給大家來看一下 你看 這個可樂餅 甚至還做成了 像是一個颱風的形狀 你就可以知道 他們兩個 彼此之間的 關聯性 已經做到這樣子了 甚至呢 他們一些廣告刊版 一些海報上面 還會把這兩個東西 來做一個 相結合 而且 這樣子的標語呢 不只我們剛剛 那個社群平台上面 網友PO出來的 其實每一家超商 他們都會有類似的 這樣子的標語 颱風接近竟然會跟可樂餅 來做一個 連結 所以 可能在颱風天的時候 台灣的超商會出現什麼 台灣超商當然沒有賣可樂餅 可是呢 他們就會有防台物資 大概就是那樣子的概念 只是 日本和台灣不太一樣 好 我們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 雖然台灣沒有受到 這山山颱風 最直接的影響 但是這幾天的溫度 還是非常的高 我們剛剛說 在今天台北新意 已經出現了 37.4度的高溫 台北新意就是在 新意區這一塊 溫度很高 很多人都會去熱島效應 會造成這樣子的影響 那麼衛福部 他們也有公計公佈 這個8月呢 已經有567人 熱道就整了 熱傷害的就整人次 已經來到了這麼高 這跟去年同期 8月份 442人 比起來已經高出了100多人 而且今年8月還沒有過完 今天只是8月27號 所以我們的數字 還會再持續的增加 以目前來講 每天大概就是 十幾十幾的 往上增加 所以這樣子的 數字 可能每年都會不斷的突破 今年2024年 溫度還會比去年 來的再更熱 國健署也呼籲 天熱血管會舒張 而且血流速度會 加速 所以要特別留意 熱傷害會出現 以及 熱傷害有分幾種 我們常常聽到 熱中暑 熱中暑 但是熱中暑是 熱傷害裡面 最嚴重的一個層級 但是呢 其實最淺的 你可能就已經會感受到 熱精卵 其次熱水腫 再來熱暈絕 熱衰竭 熱中暑 那麼熱精卵呢 它相對 比較好一點點 緩和一點點 就是你的肌肉 開始會有一些 抽搐的症狀 而熱水腫呢 你手腳會出現 水腫的症狀 而在熱暈絕的部分 會短暫失去意識 但是如果來到了 熱衰竭 就是比較危險的 因為你不只短暫的 失去意識 甚至你的視力會模糊 其實我一直在講 視力模糊 是什麼意思 是近視的那種感覺嗎 因為我自己有熱衰竭 這樣子的經驗過 它就有點像是你 睜開眼睛的時候 你整個畫面會變得一面 一片就很像 白色 很像有人對著你開閃光燈 一樣的概念 就是這種感覺 你就要注意 你可能已經面臨到熱衰竭了 而如果你已經出現了 熱衰竭相關的症狀的話 你下一個階段 就是來到熱中暑 熱中暑 體感溫度會來到40度以上 而且它致命的風險很高 大概都在30%以上 所以有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其實熱衰竭就盡可能的把自己移到相對舒適溫暖 涼的地方 室內是一個好的選擇 多多煽風 多多補充水分 是有幫助的 好 那最後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來做一個提醒 雖然呢 明天台灣的天氣 還是好的 但是溫度很高 尤其如果你租大台北地區的話 這溫度一高上來 37度以上 38度 很多人會受不了 小朋友 老人家要特別注意 不要省下這個冷氣的電費 該開 還是要開 再來降雨則是在禮拜四的時候會明顯增多 午後雷震雨有時候一時之間下的會蠻大 短延時的強降雨 到時候就要記得帶傘了 好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明天再跟大家做氣象上面的分析 拜拜 拜託 既然會呈 進回 既然會在舉辦 我們來 先把 可能廢 teachers 請問你們 多謝 解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